上集呢,咱们讲到了嘉代的兄弟,也是朝鲁城这边的四哥,这不是在北京这边买一趟车就出事了吗? 这趟车出过是一个事故,而且这个事故跟一般事故不太一样 如果吧,你要碰个车,如果说你有个摩擦刮碰的,都无所谓 但是你这个车把人给嘎个没过,那你想想,谁开这车,谁系里边得劲 尤其后半夜,你想想,和这车里边一坐的,他想了他都犯嘀咕 这不,当时代哥也说,说这个车吧,说不能留 你要是不是按多少钱的事,咱就是说多花两个钱,咱也不能说买这种车 回备学也说,那对呗,我就说便宜没好货,好货它不能便宜嘛 那谁行的能出这个党事,那个马三哥,三哥一草子,咋的 说你知道这么的吗?说咱咱也别喝了,这酒没法喝 给四哥的车给他退退了,完了不行,在深圳里边,在啥吗一个车 说咱也不急不说,没人,那有钱还买不了车吗?说这车好呀 那不能好退呢?带一个草业,马来讲,好不好退的,在北京 我马三,我马崇岳之一声,还没这面子吗?你知道吗呢?正好赶这时间也不晚 带上他那个哪儿,上他那个说车行,瑞东车行的炕,就上西城 到那边,我一冒号,他那边一听,咱是谁谁谁,他肯定得给咱面子 那退肯定是必然的,你三哥要没有这两下的,跟四友城的地方,咱就不混了 马三也是装逼,老哥也是五五玄玄的,这不就开这车就往哪儿干?往瑞东车行干过来了吗? 把车停到瑞东车行,里边呢,国瑞东也正好就打着里边要往外来 也到这个下半点了,也五点来钟人出来要吃饭了,凌几个哥们 这不都往外来吗?车正好就卡在这儿,国瑞东走到门馆说,哎呀 说这个点呢,还上来说看车,再仔细一手就买啊 说这不是从咱那车行里边卖出去的吗?说这车怎么又干回来? 啥意思车有毛病?国瑞东讲没毛病,说得挺清楚啊 搁这边正行的呢,打着车巴达一下,开车门一下来 带个马三,包括当时的回配局,还有当时四哥 回配局讲话,对,就这哥们,哎哥哥们,这你干啥去啊? 国瑞东一早说,哎老弟,说这个到点了,出去吃口饭 说你们啥意思,说车咋的有毛病还是不应该吧? 说车吧,有点毛病,我先找你唠唠吧 啥事啊,说车咋的呢?你这车事故啊 那买的时候跟你说事故了 跟我说的事故,它是两回事 你的车创死过人 创死过人?对,你不知道创死过人啊? 哎呀,那可真不知道 所以我只知道出乎事故 但是具体是创什么身上,我还真不知道 说这个,哪块创死过人,你咋知道呢? 说我找这哥们,你不认识啊 国瑞东炒磨炒磨家的 西装哥里的,长得眉情不秀的 他也不知道家带是谁 北京城这个地方大了去了 认识家带的吧,少之又少 但是听说的人可能比较多 隔着一直家带吧 带哥往前一切手,说你好干嘛 说东城的,家带 哦,家带啊 哎呀,哎呀,你好,你好啊 哎呀,我听说过你啊 哎呀,你好啊,老爹 往这边一过来,带哥讲话 说那个,这几个人吧 自家人,我四哥,沈阳的 到北京,我这不是身体不算太好吧 完了,到这块我就没来得及 领他一起过来 回头吧,在我那边 他的车顶是深圳的 我给他问了一嘴 说这车出过大事 说这个事吧,你也知道哥们 平急吧,咯咯咯的 所以说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我锐东炒着一砸门眼睛 也没说让加勒 他们往屋里边进 旁边兄弟哥这边 草帽草帽 当时国有东有点犯难了 直接人家旁边的兄弟 人家就往前就过来 于哲就到前面过来了 说那个,哎,带哥你好 哎,带哥一吵 说我是咱们这个车行的大经理 说那个,带哥 说在北京吧 咱听说过你啊 说你看,这么呢 这个车呢,咱们正常说 既卖出,就不退,不换了 之前呢,跟这哥们说的也挺好的 也说的挺明白的 再一个,这个车到底是创工到什么 我们也没有细问 也是别人逼给咱们的车 那你看,现在出这个状况 你们来,现在是啥意思 说我听听呗 带哥讲话这么的 我们啥意思呢 我们行 把这个车给你们退回去 你看行不行 于哲哥那边一听 郭日东那边吵嘛吵嘛 两人一扒了眼睛 马三往前一过来 说哥们 认识我吧 郭日东一吵说 我不认识你 格外的马三马从月 哦,哎,三哥 哎呀,听说过三哥 哎,你好三哥 马三扒一握手 你这么呢,兄弟 哦,不说别的 这车我们指定是不能要了 现在这个车呢,在你家买的 前脚刚开出来 后脚把这车都给你倒进去 能给个面子吗 说行 郭日东一点都说行 这么呢 说大哥 你看这车咱也过户了 咱也五车完了 对吧 各方面呢 这是属于说二手 属于三手车了 它跟二手车 它就有那个性价比 它就不太一样了 我就按市场价 给你回头过来 你看行不行哥们 高于市场价 如果说市场价是一万 一百五十万 那我就给你一百六十万 多收十万块钱 完了这车我要了 啥不说了 台头不见地头见 都是咱们四九城的人 都是老人 而且提出来一个 叫出来一个号 各四九城都是贼有面的人 如果今天这个车 我还是不收 那我果日东 就打有了面了 咱们不能干这个事 说这么点 说这个车 说那谁啊 瑞东 说那个 那个于德 这个车值多少钱 于德讲话哥 这个车现在就是 今天像你说的 也就值一百五十万 毛高价 说他旁边不有个小子 也是干那个二手车的吗 说他应该也知道 说咱要给一百六十万 把这车也不便宜了 咱收的 刚才那边点不点头 说那个 马三 这个车呢 一百六十万我们收了 带个草业 马三 仇业 加拿讲说 这么大老弟 说我不说别的 我说句话 说这个车吧 你看 脚前提的两百万 我知道现在让你 把这个车两百万收吧 确实说 我们也不占理 但是有一点啊 咱们都在四九城那边 我加拿今天想搭个人情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面子 能不能说两百万 你帮我们给这车收了 如果说事后 你这个车真赔了十万二十万的 行 在这个四九城这个地方 你给我加带一个电话 不管一日后有什么事 你找到我家带 我七里七里 我给你办 这个面子上 是我肯定给你做到了 你至于说 这里边差的有一些差价 到时候真差太多了 你打电话找我家带 哪怕我跟你找差价 也无所谓 你说这一下子 整个心里边挺不得意的 而且我哥哥到这一块了 而且你说大家伙都是四九城的 你说我要是不替他说句话吧 我哥哥真是 里外里赔了不少钱 加拿 我瞅那岁数 你应该比我小点 我呢这人呢 咱就有啥说啥 咱是靠着玩吃饭的 杨兄弟的 你也知道 你也是社会人 我也社会人 我今天给你唠句诗课 没有你这么干的 哪有说那个那哈的 两百万收 两百万卖 两百万在收的 没这事 再一个吧 咱们现在讲的是啥 讲的是挣钱 不讲人情事故 这个车呢 哥们你们要觉得我收的价不高 那你就换个别的地方 那哥们不也讲车的 不想让他给你卖 不也一回事吗 马三哥那听 不是这么回事 大哥你闹得也不对劲 这车不是说看不看面子 就让你收回去 余泽给这不是三岗 你哪有这么玩的 你这么玩你就不含了咱们吗 对 你这句话说对了 马三往前一来 你要是认为哈了你 那就是哈了你 车你今天必须得收 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余泽东一听 那马三你啥意思 干账啊 你找啥 这欺负咋玩呢 啊 你要是这么唠 马三 这一车今天话 咬死 收不了了呢 马三 咋的啥意思 收不了了 怎么的 在北京这个城市 怎么就跟你们跟几个混呢 你们说怎么就怎么的 玩呢 我告诉你马三 还真就别唠 那些没有用的 你要唠那些没有用的 我跟你说 我要找有人试试手段话 我能不能给你扔里边 你在北京名声不打好 而且你惹的机器不是 大事有成你挺多 我睁着眼闭着眼 我给你面子 别让我说的 他妈吐下横话的话 三 真把自己当人物了 马三 往这一过来 啥意思 你跟我俩爸爸呢 啊 直接马三 往这一怼过 当时果日东 旁边遇了 哎 马三 八一八走 马三你干嘛呀 动我哥呢 这牺牲你知不知道 不是你得外 你到这边 你能不能给我收敛点 余东还有几个小子 爸爸走过来了 不然马三这边一围过来 你都给我小鼻听着 带哥哥对面 一直没说话 当时四个讲话说 带哥说能不能不行 咱就那哈呗 咱不行 这个事就 说不行 我认了 加带一白手不行 这事不能让你认 他直不知道 他心里边清楚 他能不知道 这车是创死人的吗 他能说像他所说那样吗 无非就是不说实话而已 带哥讲话 像这种事 你就得让马三处理 你不让马三处理 咱们这种方式跟人谈 啥时候呢 谈出个结果 就得干 马三往这边一过来 这帮人一走马三 回备学 哇操的 直接把后腰里边 卡黄 巴一白开了 往前面一指 别动我三三哥 当咱们好欺负的 三哥这怎么个意思 撂他们几个 余泽跟这吵呀 哥们 别跟这放肆 马三一吵 哇操 你他妈应呗 我应 行 三哥这边一往后 领致武器 那边一走 回备学 你干啥去 三哥巴一走开后备箱 把后备箱 有个日本大个蛋 巴就走出来 挺长 一米多长 直接列个东西 往前面人一过来 来我看看 这车火 能不能收回家 往这边一叫 你看看 余泽讲话 马三你甭吓我 你跟我吹什么牛逼呀 啊 怎么的 你打仗 你他妈不犯法呀 还是怎么的 马三讲话 那是 哭通就一下子 给余泽 直接这边就来开了 余泽没想到 马三说动手就动手 而且这帮小子 也没反应过来 说三哥下手 能这么利索 接下来 你看这个事 得怎么着 包括国耳东 让你马上 就这么骑着干嘛 人家国耳东 你的兄弟让人家 给搂了 国耳东能干嘛 下集更精彩 谢谢大家